都2021年了,谁还会做一款纯文字的冒险游戏呢? 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游戏,名字就叫做文字游戏 但是这也绝对不是一款普通的文字游戏 它真的很有意思 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游戏 我睁开眼睛,天亮了 这是我的房间 原来我是一名勇者吗? 赶紧开门出去吧 现在我要去冒险了 开门出去,这个地方呢我们肯定是要找到这个门 门呢就在这个地方,对吧 这游戏有点意思 房门外是一条走廊 这里没有什么东西 我从这个门里面出来了 现在变成了房间外是一条走廊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呢 黑漆漆的空荡荡的 走廊尽头可以看到火光在闪动 我们要离开这条走廊啊 又被自挡住了 我估计是这个门 果然,还是这个门可以走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一个房间里面 这个地方是我的起居室 就真的,为什么我这个房间里面一扇门都没有 对着东西按下空格键就可以调查 好,那接下来我来调查一下 墙壁是普普通通的 这个火炉呢 欧非世王国制造的秘鲁 非常耐用 桌子上好像有重要的事情 不过这个地方呢 还有个座钟啊 要去拜访谁谁 仔细看那个钟上面还在摆动啊 桌子上有什么呢 有一本行程提醒 就是准时前往集会所 这边还有一张纸 哦,这是让我们找提示的 抽屉里整齐的排列着五花八门的文书工具 哦,那这个门是可以走的 五花八门 这里有个门 我们出门了吗 来到了一条路上面 旁边的这些树木 我觉得很真实啊 这旁边还有鸟 路上还有狗 走过这条路 我们来到了小镇上面 勇者大街 那这条路上面 势农工商 这些人的职业可以说一下子就看懂了 跟他对话一下 哦,他让我去集会所直接往前走 商人这边可以买东西吗 不能买 这个门可以进吗 好像不行 这里有个工匠 见过伯德了吗 伯德是谁 大家都会在未来等你的 再一个厨师 大家仔细看那些房子上面其实都有名字的啊 那这就是集会所 诶,怎么突然震动了 突然一阵天摇地动 难道是地震吗 真的是地震了 还是看一下这个集会所里到底有什么 集会所 哦,这个花盆怎么倒了 会所内的家具也东倒西歪 诶,不对 什么会所啊 集会所 那可能是刚才的地震造成的 这个墙上好多的裂缝啊 跟这个诗人对话 他让我们帮忙清理一下这个会所 怎么清理呢 我根本无从下手 啊,他掏出了一个小瓶子放在我手上 安度药水 可以让一切重新来过 啊,那这个就是毒挡的嘛 啊,这个按Ctrl加Z就可以了 就是让我们重新毒挡试一下 哦,然后我现在回到了地震之前了 这个诗人说 我是个了不起的勇者 我们要去挑战魔龙 然后要去收集这个什么剑啊 这个手套 还有四目头盔 磨练文字能力 挺进魔龙城 解救众生 啊,原来这么简单吗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去打龙了 还要通过三项试炼 但愿改日归来之时 能看见繁花盛开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这些房间里面了 这个房间等等再来 先到铁匠铺来拿剑 墙上挂着琳琅满目的兵器 但是贝克斯之剑不在这里 勇者来了啊,这么早 这个就是博德导师啊 试炼已经准备 就是就等着我来 博德拉开了后方的暗门 这个地方很黑吗 怎么还有个火炬 这个火好像真的在燃烧一样 哦,火炬越来越多了 出现一个石块堆叠成的小山丘 那这把剑实际上它是石中剑 可以删去铺牌好意的字 我懂了,这把剑它就是有个删除功能嘛 删除一个字来改变整句话的意思 对吧 按下删除键就能删出不该存在的字 好,那么斩去心中的害怕与疑惑 握着这沉重的剑身 我停不下身体的颤抖 斩去我心中的害怕与疑惑 难道是把这个怀疑两个字砍了吗 它不行,不能随便砍 哦,把这个步字砍了 我停下身体的颤抖 在之后的旅程中会面临无数的文字 我要用圣剑的力量将命运改写 要开创出一条道路 地面开始剧烈摇晃 我好像是掉到深渊里面了 哇,我真的开始在往下掉了 不断往下掉 这要掉到哪儿去啊 不知道我还会醉多久 我这是要死了吗 这个地方挺深的 掉了这么久 这边的话 我好像是睁开了眼睛 周围都是一些岩石啊 我这里都没摔死 这里似乎没有一条缝隙 我把这个梅子砍了 这里似乎有一条缝隙 然后呢 哦,这个缝隙真的出来了 岩石裂开了 从这边可以离开 穿过了岩缝 来到了另一个洞窟 这有几只史莱姆 史莱姆不断冒出 这个史莱姆 他这个用一个死来代替啊 真的是有够奇怪的 应该是把这个段子砍了 史莱姆不冒出 史莱姆没有要撤退的迹象 那应该是把这个梅子砍了 有要撤退的迹象 对敌方一筹莫展 把这个对子砍了 敌方一筹莫展 眼前这个画面不是很舒服 这什么鬼啊 难道说眼前的画面是很舒服 把这个步子砍了吗 这画面哪儿舒服啊 好想安稳地睡上一觉 怎么了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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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把这个来字删除了 这样史莱姆跑了 好果然史莱姆开始逃跑了 那我也跟着跑了 好我又回到了大街上 心电上一个微小改变 就能让世界截然不同 精除文字的邪恶成分 那么接下来是这个食堂里面 食堂里面是导师伊塔利克 他让我们戴着这个杜尔手套赶紧出发 老夫不会好好说话啊 这个人非常的冷漠 但是不要紧啊 我非常的热情 伊塔利克 打出一个响指 然后我们现在没在食堂里面了 来到了幻境之中 让我们抬起头看看 但我什么也没看到啊 那现在呢 看到手套了吧 手套 这两个字我看到了 让我们戴上试试看 那我来戴手套 这个字我怎么把它戴上去 啊我戴上了杜尔套套 哦这个手套可以推动文字 也就是像推箱子一样 不知道如何使用这力量 应该是把这个步子推走 把它推到这个不犹豫的向前 踏出了步法 还可以把字拉回正的啊 除了推还可以拉 这个步子可以拉出来 不留下一丝遗憾 哎这样就显得像个勇者了啊 为什么有不自然的香气 我晕了 清醒过来 这是以身陷淋雨之中 牢房里除了一张破床 什么都没有 圣剑也被没收了 只能用这个手套来推了 这个破字可以推吗 可以 我破墙而出 这个墙坏掉了 哦这边是监狱里面 又是一间牢房 房间里面还有囚犯 我的剑就在下面 我想把这个门给破了行不行 好像这个囚犯说话还会挡着我 我破门 破门而出 直接出去的话会被狱卒逮个正招 我现在出不去 看来这个地方应该是破墙 先把这个墙破一下 可以跟囚犯对话吗 新来的别浪费力气了 狱卒是这里最认真的 继续破墙 到最右边的这个房间里面来 上面的窗户这里很明显 有一个空缺 但这个破了没有用 我从右边的这间房来破门试试 好 但这样的话还是出不去 再怎么固若金汤的牢房都会有漏洞 我懂了我懂了 这个囚犯说话 这个布子是可以推的 我就说他设计一个囚犯在这说话干什么 应该是把这个布子推到这个空隙里面 窗户不牢 这窗户就直接碎了 但是这个外面有什么呢 窗户外面的字是可以改变的 我记得之前这个囚犯说 他说这个阅读是最认真的 我懂了 把这个不可能的布子可以扯出来 这位狱卒是最不认真的人 这叫逃离的话是有可能的了 这个狱卒随便了他就走了 好吧 他一边轻松的哼着歌一边悠哉的离开 我先把我的剑给拿上 好走了走了走了 又回到了大街上 这次是获得了一个可以推资的手套 第三个房间是这个维修站 光头师傅 这维修站里面有个光头师傅 安德兰岛师 那我们就开始吧 这个安德兰岛师好像还挺害羞的 跟随他来到了地下室的道场 接住 手上多了一个沉甸甸的头盔 那这个就是四目头盔 那这个头盔是干嘛的 你先看着我 过来呀你还在等什么 难道我要面对面吗 这个是分裂 哦我把他人给分了 哇我把他人给分了 那他不见了 死了吗 有分解能力也有组合能力 现在要把这个人找回来 那就是这个人字可以拿拉出来 这个野字呢 不要拉这边会痛 不是 有毒吧 我拉个字还能感到痛 我把这个人直接拉过来 这两个字要组合 用力向上推 我推一下试试 这个人和野两个字又组成他了 我还以为一不小心把他给干掉了 继续向前走吧 我看好你 但是这个声音有点不对劲呢 又发生地震了吗 哇 这什么呀 一个巨大的拳头 这是拳头公司来捣乱吗 我是勇者呀 我怎么突然就被给抓住了 第4396号 勇者死了 诗人抬起头 望向无尽的深渊 那我的代号是4396是吗 你妈 这个代号简直就是恶意满满的 又在暗示那个男人 哦 是这个魔龙派来的双头巨人刚才 这个巨大的手是双头巨人的 勇者的精神永远不会消失 十字勇者是什么鬼 这个游戏文盲还玩不了 必须要十字啊 现在这个第一章还没结束 勇者就已经死了 下一个人就是4397 哦 这个诗人的话 他就是找勇者的人 画面停了 天上飞过来一只蜻蜓 他喷的什么 喷的正方形 应该是 他喷火啊 把这些地上的树木都给烧焦了 哦 不是 这不是蜻蜓 这个蜻蜓有点不太对劲 这是一条龙好吗 这就是 这个游戏的boss 一条恶龙 第4397号 勇者你准备好了吗 好 那么这款脑洞大开的文字游戏呢 就到此结束了 目前呢 还是在测试版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帮我三连支持一下 我们正式版上线了 再继续来玩这个游戏 拜拜